哈喽 今天家里面有点事情 然后货花了一半就回来了 然后我们隔壁这个邻居说 我二嫂舅舅家的那个赖泥剪完了 就是他自己已经收完了 然后叫我们去摘一点剪剩下的果 他也提了一个篮子 我们现在准备走了 可以了 拿这么小的 够了 你还多大 现在我们准备去这里也不远的 我姓生也一起去 人多热闹啊 他每次都要搞这种事情 这个人还嫌弃篮子不够大 那我姓生在后面来了 哎呀这个队伍很壮观哦 我们旁边这个美女是街上的就不疼啊 好白我好黑 独说八道 我跟我二嫂两个都好黑 你好白 刚才还是我晒黑 那你就回来回来了那两天 那你比一开始回来的时候很白好不好 那就是假的白回来两天就黑了那还叫什么白 嗯讲这种 哪一个队伍我表伯娘也说去 多好在农村就是好 哎呀我实际就是晒黑了很多哦 我们捡果子的队伍有点越来越重大了不 热热热热的就是你带头的 哈哈哈哈哈 再说啊 哈哈哈哈哦 四文一点嘛 妞女 那你要你说在哪里 这是我带头的 妞女四文一点你看 妞女四文一点你看 就是在这里 这两头来个大老人 看到没有 他捡完了的 他们会要说再捡一点 能摸得出来吗这个树 嗯 慢一点不 一来就剪得了 这么好 这里有一个 其实这种小小的也很好吃 好多 这种的话 它是剪不完的 这种 全部是它不要了的 这种 其实这种也很好吃 这个树上面还有好多 有一些是坏的 在这里面 闻到菌子香味了 都在这里走 看到没有 我下次一定不跟他们出来 玩了 他们把我搞到这个里面了 然后说走了 来了 走了走了走了 回去了 现在剪了果子回去了 一个人剪一点吃一下先 快点等我了嘛 一边吃一边走真的是 你什么时候你还要去上班吗 没班上了 我两个小孩都不上学 我怎么上班 也是 那你什么时候回外家去吗 你以为多久没回去了 过年的时候回去了没有 回啊 回了吗 那也是半年哦 半年了 那你什么时候再回去吗 看一下 可能下个月回去一趟 下个月回去啊 回去吗 你要叫我去吗 你刚才都才叫我土匪 你不怕你家土鸡土鸭 吃到你哭得咬你去吗 那我看一下呗 那你不要偷偷摸摸的去我 你要去的时候 你要跟我通知一声 可能偷偷摸摸吗 走了走了回去了 这么快干嘛 刚才跟我们美女邻居啊 我手伸他们去捡了一些耐泥 这个是我二嫂他舅舅种了 他说捡完了 然后我们就叫我们过来捡一点 我们就捡了这么一点 回去奔给大家吃 够吃了 可以了 刚才我们美女邻居就是说 他说他想下个月回娘家 叫我去他那里玩 这是话我也很想去 我们邻里之间的乡畜 这些就是挺和睦的 他也是广东嫁过来的 也算是远嫁 我们家比他们要多两百公里吧 两三百公里这样子 他叫我去拿娘家吗 我都不知道有没有空去 因为到时候我要去医院去做饰馆嘛 所以我也不知道 到底 就是要不要去 因为 你去做饰馆的话 医生他会叫你 走到哪一步 走到哪一步 让你怎么做 所以可能也没有时间去 好了 我跟大家说了 准备回去煮晚饭了 这个时候了 七点钟了还不吃晚饭 我跟大家讲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